走进名校访学 参观文博场馆 打卡名胜古迹 今年暑期 盐学旅行迎来了一波新的热潮 在云南省博物馆 盐学的孩子们可以从古典青铜器里 深刻感受动植物王国云南古代的生物多样性世界 那么我们来看这件助备器 我们来看看上面有多少种动物 你们数一下 分别有什么 猴子 鸟 牛 在云南省博物馆 出土的古典国青铜器 有着最为生动和真实的场景记录 是一部博大的无字史书 古典青铜器涉及的题材众多 其中和动物相关的有狩猎场面 动物搏斗场面等等 还有包含兵器 礼器等在内的古典国独有器型 这些古典青铜器中大量动物形象的呈现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崇拜 小朋友们 我们在看那四头牛 是不是牛角特别的长 而且也不是我们本地的牛 是从印度过来的蜂牛 栩栩如生的展品加上小小讲解员妙去恒生的讲解 让孩子们畅游在知识的海洋 此外 还有很多古典青铜器以家养或野生动物为题材进行创作 说明了古典人对动物的特殊情感 镇馆之宝 牛虎同岸就很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大自然的生生不息 有只小牛在那只大牛的肚子底下 就好像是牛妈妈保护小牛一样 让他们了解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啊 很多个民族的文化 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感谢观看